俄羅斯從東方港新太空基地首次發射火箭 由於技術的原因,這次的發射是推遲了一天 俄羅斯總統普京前往遠東視察這次的發射 並且向東方港太空基地的工作人員表示祝賀 普京說就空間發射數量而言,俄羅斯仍然居世界首位 星期四,這一枚的聯盟號火箭將三火的微型人造衛星送入軌道 普京說下一步將會從東方港太空基地發射一枚更大的火箭 東方港太空基地位於俄羅斯遠東的阿牧爾地區 造價高達60億美元 俄羅斯啟用東方港太空基地被認為是為了減少對哈薩克斯坦 拜科魯爾太空港的依賴 自蘇聯解體以來,俄羅斯為了使用拜科魯爾太空港 每年要向哈薩克斯坦支付1億1500萬美元 但俄羅斯官員表示,在2023年前俄羅斯的載人太空航行 將會繼續使用拜科魯爾太空港